人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心中有许多恐惧的负面信念 很多人不了解自己的信念,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多数人企图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方法 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自己 首先,你要明白,你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人 你有一个魂,居住在你的身体里 你也曾经拥有一个灵 圣经记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和圣灵 作为一个三位一体的人 却因为人类的始祖阿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之后 人的灵受到破坏 不能再和创造他的上帝联系 无法与神沟通 从此和神割绝了 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时 耶稣的宝血洗去你一切的罪 你的灵因耶稣而复活了 你重新得到上帝的悦纳 能够接着你的救主耶稣和创造你的上帝沟通 从此与神和好 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所以你具有三位一体的人格结构 三位一体的结构 分为三个方面 在处理和解决生活中的任何问题时 我们都必须先找到问题的根源 人常常会担心和恐惧 生活中许多事情都可能引起恐惧 失去工作、疾病、致命的瘟疫 恐怖袭击 精神郁郁 永久性焦虑 资金短缺 财务问题 婚姻不和谐 而人际关系的问题 犯罪意识也会使人产生恐惧感 恐惧是许多情绪和健康问题的根源 负面恐惧的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 会造成人永久性的焦虑和恐慌 失眠和心灵不安 在这个充满挑战压力和危险的时代 面对疫情 天灾人祸 可能爆发的战争 经济、经济、金融危机 资金和财务问题 黄灾、粮食可能短缺和失业的问题 令到很多人都生活在压力和恐惧里 如果你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解决的方法 不是改变你的行为 或者改变你的处境 负面错误的信念 会令你产生消极的情绪 然后影响你的思想和看法 最终会决定你可能采取的行动 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信念 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如果一个人的信念错误 他就会在负面的想法 消极的情绪和错误的行为里 反复挣扎 所以要摆脱这种恐惧的负面信念 解决的方法是改变你的信念 改变你的心 正确的信念会带给你 正确 积极的情绪和感觉 思想是你相信的结果 正面积极的情绪和思想 决定你的想法 以及你会采取的行动 所以 正确的信念会为你带来 正确的生活 从今天开始 为你自己建立四个新的正确 积极的核心信念 来代替心中恐惧的负面信念 第一 接着爱子耶稣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天父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亏欠我们的人 第二 放下过去消极负面的人格 放下过去 才能恢复自由 不要沉溺在自己和过去的事 别重复过去的想法和行为 也不要让过去消极的情绪 想法 行为和经历 影响你的未来 我们的旧人和耶稣 同定十字架 使罪深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要除去我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 而活的旧人 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 渐渐败坏的 第三 重新定义你自己 我是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 我是上帝眼中的义人 上帝是无罪的基督 当当我们的罪 使我们可以接着基督 成为被上帝接纳的义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看啊 一切都更新了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神接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和好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第四 相信上帝对你的爱 并开始接受神的恩典和祝福 祷告祈求主耶稣保护你 帮助和供应你的所需要的一切 上帝既然连自己的儿子耶稣也不顾惜 让耶稣为我们牺牲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你们要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会赐给你们 克服恐惧的负面信念的秘密 是相信你在耶稣基督里 是上帝眼中公义的人 上帝的恩宠和祝福 都临到你公义的人的头上 相信主耶稣一定会保护你 他会帮助你 也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的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观看我的这个视频 我真心希望你记得这句话 所信即所见 如果你希望改变你所见到的 首先改变你所相信的 请紧紧的记得这句话 所信即所见 你所信的将会是你所见到的 阿们